最近想要找靠近seconding的牌楼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啦 这边巴士站里面有8字 可以直接进到新加坡里面去咯 那我们现在来到房子的部分啦 你现在看到我身后的这款双层牌楼 就是要跟大家今天介绍的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las Hey Nicholas Hey 阿宝 不要每次介绍我永远的房子 所以我最近想要找靠近seconding的牌楼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啦 有 我今天就是要介绍你们这一款 走啦 在我介绍这房子之前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房子的地点啦 那这个房子呢 开车15分钟 就可以到seconding CIQ哦 水波 除此之外呢 我们开车15分钟 也可以到附近的A1 Booking Inda A2 City Gran Eagle 实力医院 还有Lago Land 等等啦 那我现在身在的位置呢 就在GP Center这里啦 那从我们的社区呢 来到这边只需要5分钟而已哦 这里呢 除了有吃啊 还有买东西以外呢 另外还有巴士站 这边巴士站里面有巴士 可以直接进到新加坡里面去咯 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这边的房子呢 很适合在新加坡做工的你们啦 每次新加坡做工回来都累到半条命 那里还有心情去煮对不对 那这边就有一整排的店铺哦 有food call 有餐厅 那我就在这边可以打包 回去就可以吃了咯 很方便对不对 老板 鸡饭一包 那半月六礼拜呢 如果你想在家煮一个爱情晚餐给你的老公 还有你的孩子们 这边就有新鲜的蔬菜哦 那很多人在买房子之前呢 都会看一下这边附近有什么学校啦 那这边就有培治华文小学 那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小朋友 送过来这边上学啦 那这边还有一间国际学校啦 Tenby International School 那很多爸爸妈妈就看中这间学校哦 才买这边的房子了 因为听讲哦 这里的国际学校是这一个区 最便宜的咧 那我们现在来到榜子的部分啦 你现在看到我身后的这款双城牌楼 就是要跟大家今天介绍的啦 那这整个社区呢 都设有24小时保安危机社区 而且是永久地气哦 那这边一共有两种款式啦 你现在看到这一款的话呢 是20x65的 那那一款呢 是22x70 稍微比较大型的牌楼哦 走吧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啦 那这一款宽呢 有20 长有65啦 那这一边是属于车房的部分啦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是在这一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那你甚至可以跟他做成一个厨啊 把你买很多些可以放在里面啦 好那我们现在进去看啦 那这一款的建筑面积呢 是1783平方尺啦 一共有四间房 三间厕所 那这一边的部分呢 是客厅的部分啦 那这一边是属于用餐的部分 那另外呢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Store Room 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哦 那地砖呢 也是采用两扯成两扯啦 所以看起来也是蛮大方的 那这一款的厨房呢 是采用开放式的设计啦 那这一边呢 你可以做成一个酒吧柜台 在这边享用你的红酒 那这一边是属于干厨房的部分 你可以把你的四厨房坐在后面 或者是你把你的洗衣机 也可以放在这边洗衣 那这边还有一间厕所哦 那厕所的墙壮是直接上到顶部分啦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房间的部分吧 这边有一间小小客房 也可以做成长辈房 爸爸妈妈就可以在这边睡咯 好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楼上的部分啦 Let's go 那楼上的部分呢一共有三间房 那这边是大家所共用的厕所 那这一家是另外一间小客房啦 那你可以摆放你的双人床 还有你的衣柜 这边还有空间还蛮舒畅的 那我们现在去看另外一间重点房 我也是我们第二间客房 这间客房很长哦 登登 那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 这边可以做成两张大人床 他们的小朋友的读书座 那这一边呢 你可以在这边监督他们做功课 诶 要做功课哦 诶 要做功课哦 你自己叫我来啊 哈哈哈哈 不是假的 没有 现在来了就是要 你休息一下 我休息一下 我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重点的主人房啦 Let's go 登登 这个就是主人房啦 空间很大对不对 那这边可以摆放你60寸的超大电视啦 那这边再放一个king size 晚上就可以跟你老婆在这边坐住 一边看电视 Nikus 你想干什么呢 嘿嘿 不爱 那另外呢 这边的窗口呢也非常的大 所以采光非常的明亮啦 也是这个主人房的特点啦 那主人房呢 拥有自己的独立厕所 那厕所呢有另外附送这个shower screen 那你冲凉的时候才不会水喷到马桶那边去啦 那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款哦 那这一款的土地面积呢 宽有22 长有70 所以比刚才那一款更宽 更长哦 走吧 我们现在进去看 哇塞 虽然只是相差两者 但这一款看起来比刚才更宽敞哦 那这一款的建筑面积呢 是2101平方尺啦 一共有四街房 四间厕所哦 你看这边客厅到厨房用餐的部分 整个都非常宽敞啦 那厨房这一边呢 你还可以跟他做成13层的上下壁橱哦 还有左边右边都可以 所以很大哦 那喜欢煮饭的人 可能你会比较喜欢这一款对不对 那后面呢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生活阳台 你可以摆放你的洗衣机 那在这边晒衣 或者是如果有些人想要在这边煮饭煮菜的话 可以做一个倒炉在这边啦 那楼下呢 这边还有一间厕所 那厕所同样的跟刚才一样 那个也是直接上到顶 那还有楼下就是 当然还会有一间长辈房啦 那长辈房这边的空间呢 比一般通常我们看的还要更大哦 那我们现在来到楼上的部分啦 那这一款跟刚才有一点不一样 是多了一个小客厅哦 那你们家的小朋友就在这边可以玩玩具 或者温习功课啦 那楼上呢一共有三间房 我们现在就去看其中一间客房啦 那每一间客房呢都有自己独立的厕所啦 好那我们先去看主人房啦 那这一个款是我最喜欢就是它的主人房啦 它主人房的空间非常的大哦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它有小阳台咧 这边还可以看到美美的风景啊 那整个房间的采光非常的明亮哦 那另外一个特点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空间 你可以把它做成你非常喜爱的walk-in wardrobe 那这一边呢可以做成一个你的化妆胎 在这边可以打扮成美美的啦 那然后呢这边直接可以来到厕所的部分了哦 那厕所呢同样呢也是有附送这个shower screen啦 那这边的房子呢比较另外一个特别点呢 就是一般你屋子跟屋子后面是不是一条马路对不对 那这边你打开你的后门呢 就是一个二十扯的一个厚花圆设计哦 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在后面玩的话 你也不用太担心有车辆进过危险啦哦 很棒对不对 好啦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啦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打电话安排看房哦 那还没有like我们的facebook或者youtube的话 现在赶快去like support一下我们哦 好我们现在走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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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